Hello everybody 这是你们的戏友言 今天呢 我来说一件抄袭我的人 然后呢 现在话不多说 放图片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吧 对 他抄袭我的名字和头像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看他的评论区 啥子情况 撞头像了 哦 不是撞头像的哦 是抄袭呢 对 是抄袭头像和名字哦 我不要嘛 这是 你应该说要不要的吗 您抄袭我的头像您还对了吗 这个头像是我从某个APP自己加文字 自己加装饰做的哦 您抄袭了 您还换上我的头像 真是可耻 我的心情是极度生气 真的是马上气哭了 懂吗 自己好不容易做视频 然后做了四十多个视频 粉丝都是一点一点涨起来的 被你们说不是原创 我的心情真是塌了 究竟谁是原创呢 这句话也就是很扎心 我努力做视频那么久 你们分不清谁是原创 唉 不想多说了 谁是原创自己明摆在这里 面对那些模仿的我的人来说 你们模仿我可以 加上我是原创就行了 对 那些人就是特别有礼貌 他们就说我是原创什么之类的 那种人呢 就值得我一赞 对 那种人是特别好的 对 我是感觉 看了你的评论 我是感觉您有点绿茶的气质 我的心情也是特别差 所以说我的语气呢 有点不好 我发了微图条说 请您把头像改过来 您改不改 如果不改的话 我会起诉的 好了好了 话就到这里了 大家想一想谁对谁错了 拜拜